Hello,我是Miga Hello,我是Sylvia 喜歡求時尚生活 當然是聽SNM on Live Hello,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SNM on Live 由Sylvia和Mike 大家好 Miga,你這次帶我們來到這個時尚展 一群很年輕的小朋友 穿旗袍 走Catwalk 什麼意思呢? 因為我收到網民的留言 是 他說有些要求 所以麻煩你 他說 Mike哥很懷念 舊時代會穿長衫的明星 衣服的顏色和妝容 都非常配搭一流 請問你可否有機會分享一下 因為現在穿長衫的女生 很多時候都慘不忍睹 所以就帶大家來看看 看一看 坐在哪裏 其實也對 因為現在新精頭 很多人可能都穿了 一些比較中國色彩的旗袍 應下折 當然啦,沒錯 所以就 可以給大家一些提示 大家 Mike哥在這方面也很有經驗 對 因為我家人很喜歡穿旗袍 所以我小時候就跟著他們去選擇 跟師傅聊天 我很喜歡學這些東西 但說到旗袍 你會不會想起哪一位女生呢? 我想都沒得再什麼了 第一個當然是我們 昂侯 昂浴 昂浴 因為它有兩部代表作 都是以旗袍為主 一部是軟靈浴 另一部是花樣連華 當中我覺得花樣連華更加厲害 因為阿叔 張叔平 這個美智 就幫他 量身訂做了23套的旗袍 正正用了一年的時間 好像洗費超過30萬 是的,因為阿叔很緊張 因為他說旗袍令到萬浴 可以代入這個角色 他們這裡用了的醫療 有些是阿叔自己收藏的 有些是絕版的 你會發覺每一件衣服的衣料 是很配合當時的畫面和劇情 他說配合他的心情 他們是說五、六十年代的旗袍 你會發覺是特別特別貼身的 我還聽聞這些有幾套是坐不了的 所以萬浴連站的位置 都為了這件衣服而站 要學會怎樣站 怎樣坐 不同的心情 穿什麼旗袍的時候 樣貌是怎樣的 沒錯,如果要選擇五、六十年代的旗袍 有幾件事要留意 第一,髮型 第二,你會發覺 你裏面的內衣 一定要穿著它來度身 否則一定不出眼 但很漂亮 另一部萬浴的代表作 就是阮寧玉 這部整部戲都是以旗袍為主 有什麼不同呢? 這部有一點不同 因為阮寧玉的故事年代 是二、三十年的上海 當時阿叔也做了很多的研究 是 你見到現在 左邊的是阮寧玉 右邊的是萬浴 所以他們的樣子已經很接近 阿叔為了做得好 他在香港找我師傅 做了第一件版 然後送到上海 做 copy 怎麼知道出事 什麼事呢? 花邊爆了 原因是為什麼他們不明白 其實那些花邊 你看到有些顏色的邊緣 其實全部用人手 還用漿糊慢慢黏出來 那些漿糊買不到的 是師傅自己混的 所以用很多心機 全部是手作物 所以到了上海 你會發現 現在穿出來的味道完全不同 他用那套來 copy 曼玉整部電影所有的旗袍 還有這個 鬆身之外 你看到它的領域也比較高 因為這是正常 二、三十年代上海旗袍的特色 是 所以如果你想玩懷舊 想穿二、三十年代 你記得要選一套 那些年代的布料 你看到也不是龍鳳 是的 因為那時候 上海是叫做華洋雜交 而且歐洲的款式 兩樣撞起來 所以其實味道很特別 很特別 是的 我想如果現在拿出來 應該價值連成 很貴 你一看到這套 你知道很經典 二、三十年代上海旗袍的設計 還要加上曼玉的化妝 所有東西是完美的 是的 這個也是很有代表性的 一部旗袍電影 是的 絕對是 另一位女性 我覺得也很有代表性 就是芳芳姐 你看她年輕時 已經開始喜歡穿旗袍 不過芳芳姐 越穿越有味道 真的 為什麼呢 到了她年紀大了 她選的旗袍 你會發現 不是走回頭 她向前走 她用了很多西方的元素 例如雪紡 少許釘花 釘片 但感覺完全不老套 很普遍 很適合她 你也說得 芳芳姐穿旗袍 可以說我們香港 應該是首屈一指 首屈一指 首屈一指 她的形象很 unique 很 unique 她跟師傅合得很好 很多東西 她有少許舊的元素 不過 一些新的想法 你看到芳芳姐穿得很漂亮 她在不同的場合 她也有少許 中國的旗袍特色 但一點都不覺得老套 很漂亮 所以我說 如果你想穿這裏 一定要學習 另一個代表者 有私藍生 香港的著名電影監製 她穿旗袍也很漂亮 兩件事 第一 她本身是女強人 第二 她對藝術修養很高 所以她選擇的旗袍 例如這件老套色 這是歐洲的私勇說房 非常昂貴 但做出來的效果 一點都不老套 不會覺得老套 所以布料和花紋都是學問 很重要 你看到紫色絲絨的效果 多有霸氣 再加一頭短髮 很帥 我們說了一些很經典的人物 年輕一輩都喜歡穿旗袍 當中我覺得 林明禎 因為她有嬌型的身材 所以你看到她經常都會穿旗袍 可惜沒有人教她 旗袍最忌妓的 中間那件的靈 全部都掉出來 要貼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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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大錯的 第二你看到她的中間透明 跟芳芳姐相差很遠 這件給我感覺 真的好像在圖寶 塗出來的 所以布料很重要 很重要 這件就好像一件 你說那些什麼打仗 動漫少女 動漫少女 真的沒有旗袍感覺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所以我覺得 穿不出那種貴氣 味道 那鍾佳欣又如何呢 這套衣服 中規中矩 不過你一看到下面她穿那雙鞋 你飯碗都會飛出來 什麼事呢 你看看 說吧 因為露腳趾又黑色 為何旗袍不能穿露子呢 因為那個感覺完全不同 因為旗袍那種感覺是內斂的 你可以在裡面做很多細節的東西 但你下面一穿露腳趾 人家覺得你入錯門了 入錯地方 會不會有人穿人字拖 那又不要玩 還有趕姐馮瑩瑩 我覺得她這套衣服好像 枝客感覺多一點 對 因為難聽說 又是坐著腳 穿著鞋 又是露子 然後頭梳到這樣 其實穿旗袍就不會披來披去 不漂亮的 即是要梳在後面 不要擺來擺去 所以我說這套衣服沒什麼大錯 可惜她的配搭不適 所以下次要留意頭和腳 另外沈悅這套衣服 頭髮好像比較適合 對,頭髮完全沒有問題 衣服也沒有錯 不過她穿出一種風塵味 風塵味 因為有些人真的天生有這種味 所以你自己決定要不要這種味 如果我是她 我不會穿旗袍 還有她的花是否太大 有些人是 以前梅姐也穿了一種花 梅姐不是風塵味 反而她比較濃 那麼胖胖的 家燕姐有什麼要留意呢 其實她可以試試玩不同顏色的配襯 一邊左一邊右都是不同顏色 會看起來比較瘦 玩顏色嗎? 對,不要用一個單色 用單色比較肥 還有葉樓也很喜歡穿旗袍 她喜歡中國傳統 大家都知道 不過每次都選錯 這件錯在哪裡? 裙子太短了 應該會吸膝 吸膝一點 因為她的年紀比較上下 我覺得如果吸膝差很遠 另外手臂呢? 這裡這件衣服錯了 因為手臂比較肥 其實我是她應該做三個骨 她整件衣服變成大家鬼壽 所以剪裁方面很重要 其實你們看到旗袍的剪裁 那些工作真的很多 你看到現在手上的花柳 現在香港應該會做的人 超過五個 五個? 這些花柳和這些花邊 菌邊 全部都是人手來做的 要用漿糊 慢慢粗粗粗粗粗粗 所以旗袍是不能洗的 是 這些花柳 一洗就爛了 沒錯 這些花柳 我告訴你 這四個可能是一天 或者是日本才做的 一隊出來的 所以現在真的買少見少 如果你看到這師傅 你真的快點去做一套 用來留念 因為將來我肯定這些都會失存 是啊 現在其實看到很多年輕的女生 都喜歡拍攝旗袍 打卡卡 拍照留念 我覺得是一件好事 難道要去博物館才看到旗袍嗎 當然啦 我發覺自己的回憶 是一個很好的紀念 嗯 既然你在這裏 給我們提示 像我們港大的美少女 選旗袍有什麼要留意 我覺得比較容易選的 選一些比較細花一點 不要弄到那麼大花 不要龍鳳 絕對不要龍鳳 還有千萬不要穿露翅到紫鞋 是 第三 記住頭髮不要梳到這樣 披來披去 因為人家晚上行街 真的看到你都很害怕 而且要學一下行路 還有怎樣坐 還有記住不要塗太紅的唇膏 真的嗎 因為晚上好像出去十四那樣 哈哈 令人害怕 我真的沒有想過這件事 千萬不要 淡一點 因為你不是出去做 所以我發覺 一穿到這些傳統的衣服 做少許研究 你穿出去之後 會差很遠 所以趁著這個新精頭 大家可能會拍照留念 不妨可以選一對 深水的旗袍 一起和朋友們拍照 很好 很好的紀念 好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聽 如果你喜歡今集的話 記得按讚和分享給朋友觀看 對 因為我們做了很多資料 很多心機 給你們看 好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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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